现在项目的根目录的下面去创建几个小程序的必须的文件 一个app.js 这个是小程序的一个主要的逻辑 app.json 是小程序的主要的配置文件 再创建一个app.wxss 这里可以去存储小程序需要用到的一些样式 再打开这个app.js 这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app方法去注册一个小程序 先给它一个对象参数 然后再去创建两个页面 创建一个js文件把它放在pages下面的index这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index.js 它可以作为我们小程序的首页 里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个page方法去注册一个页面 先给它一个空白的对象的参数 再给它添加一个配套的视图文件 放在同样的目录的下面 文件的名字是index.wxml 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view组件去包装一个文字 hello 再去添加一个一面 可以放在pages下面的stories这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呢是index.js 在这个文件里面同样用一个page方法去注册一个页面 给它一个空白的对象参数 然后再给它添加一个视图文件 放在同样的目录的下面 在它里面我们再用一个简单的文字 一组view组件包装一个stories 再打开小程序的主要的配置文件 这个app.json 里面我们可以先用一个pages 去说明一下小程序里面的所有的页面 添加一个pages.index下面的index 再添加一个pages下面的stories下面的index这个页面 它们就是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两个空白的页面 然后再用一个window属性去设置一下小程序的窗口的样式 里面我们可以先用一个navigationbar title text 去设置一下小程序的导航栏上面的那个文字 0号汽车 再用一个navigationbar background color 去把这个导航栏的背景颜色设置成白色 再添加一个navigationbar text style 去把这个导航栏上面的文字的颜色设置成black 就是黑色 在下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tapbar这个属性 它里面是一组标签还有相关的配置 这组标签会显示在小程序的页面的底部 先添加一个selected color 在激活状态下面的文字的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黑色 border style是这个标签栏上面的边框的那个颜色 把它设置成white 也就是白色 再用一个background color 去设置一下这个标签栏的背景颜色 设置成ededed 下面是一个list 它里面就是具体的这个标签项目 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些特定的属性 先添加一个text 就是这个标签上面要显示的那个文字 这里先添加一个首页 page path 是这个标签打开的那个页面的地址 首页我们应该是pages下面的index 目录下面的index这个页面 再添加一个icon path 是标签栏上面的那个显示的小图标 在一开始我们已经把小图标呢 放在项目的ss icons这个目录的下面 首页我们可以使用一下home.png这个小图标 再添加一个selected icon path 设置的就是激活状态下面的这个小图标的地址 这里用一下ss icons目录下面的homeactive.png 然后照这个样子我们再去添加一个标签项目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这个标签上的文字呢是故事 页面的地址是pages stories下面的index这个页面 它的图标是invent.png 集合状态的图标呢是inventactive.png 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再去预览一下 现在我们就准备好了一个基本的小程序 我们可以继续感解整以后我们能够做出的好据 我们会喜欢我们的同僚 我们去滞好好的来 filed 我们可以性黄水 为什么一点 从 dieta 我们可以 catching